欢迎大家来到脑洞历史观 中国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名城 其间也经历了很多动荡 比如长安 历史上数次被毁 最大最致命的毁灭 应该是唐末军阀朱瘟干的 他拆毁长安之后 长安再没有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点 但是长安啊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 依然是西部大城市 原因是 一个地方能够聚集人群 是有其地理人文原因的 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再怎么毁都会恢复过来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城市 毁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而且历史上历代的统治者们 也不喜欢它恢复过来 因为只要有它在啊 北方就不得安宁 这个城市就是叶城 提起叶城 大家多半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 因为中国七大古都 西安洛阳 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叶都 除了叶都之外 这些城市现在依然是中国的骨干城市 只有叶城变成了废墟 你如果非要找的话 只能找到当地县政府 为了旅游搞的一个假城 为什么天下七都 独独不容叶城呢 叶城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商朝的都城安阳 就离叶城不过五十里地 叶城最早的建城市 大概在春秋时期 当时春秋霸主齐桓公 在这里修起了叶城 到了战国 这里成了魏国的都城 而他最辉煌的时候 当然就是三国时期 袁绍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袁绍是北方大佬 天下九州 他统治着北方四周 他所在的叶城 自然就成了北方的政治中心 也可以说黄河流域的第一大城 到了曹操攻破袁绍之后 曹操也是把这里当成了 自己的丞相府所在地 毕竟曹操自己的安居房许都 实在太简陋了 曹操当皇帝后 叶城是陪都 当年左思写三都府 天下三个最繁华的城市 一个是成都 一个是建叶 一个就是叶城 一直到南北朝时期 叶城都是北朝首都的存在 后兆 燃敏 前淫 东魏 北齐等地 都以这里为都城 但是到了南北朝的结束期 叶城突然被毁了 当时是北周时期 北周全臣杨坚企图夺权 驻守叶城的向州总管 玉池炯起兵讨伐 杨坚把玉池炯打败之后 就把叶城给焚毁了 把里面的百姓 迁到了附近的向州 以及安阳等地 从这里开始 叶城彻底沦陷 最后连个县都保不住 沦为小村庄的级别 为什么杨坚也毁叶城呢 在史书中 我们发现了奇怪的一笔 杨坚派兵攻打玉池炯 两方大军在叶城之南交战 叶城竟然有数万人打酱油 在旁边看热闹 这个太吓人了 战场就是杀人场 老百姓为什么不怕死 跑到外面看热闹呢 猜测一下 应该是玉池炯的兵马里 有很多叶城子弟兵 上场打仗的 都是围观群众的亲人 亲人打仗 他们都是来助威加油的 所以这是玉池炯的主场 可想而知 如果玉池炯占上风 那围观群众就不是围观群众 而会直接冲上去 但主场并没有帮助 玉池炯反而害了他 杨坚的部队 向围观群众发起攻击 这当然是不地道的 伤害平民啊 围观群众一被射就一哄而散 杨坚的部队顺势反扑 最终玉池炯大败 叶城也被攻下 叶城百姓支持玉池炯 惹恼了杨坚 一把火把千年明城给烧了 另一个原因 则可以说是杨坚的政治智慧 北方有了叶城 就有了足以跟长安对抗了基地 所以叶城在北方始终不得安 杨坚毁了叶城 虽然后面又有了大名府 魏州 但再没有足以跟长安抗衡的城市 北方那种一分为二的分裂局面 再没有出现 关于叶城的内容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脑洞历史观 打开脑洞 看历史 感谢观看